是有這道菜 因為它雪梨紅很香耶 對 所以我在說 它用大量的雪梨紅切絲 剁碎了以後 所以你們三位小姐 是今天第一次吃到菜飯嗎 我沒吃過耶 以前有吃過 以前是比較煩的 我們兩個沒有吃過 因為是薑浙館嘛 就是薑浙館 比較不容易進去 所以一輩間吃了會想吃嗎 不會想吃耶 這家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它雪梨紅深得我心 它不會太鹹 然後又很香 四家呢 我還是比較偏好白飯 對 對 因為有人去吃薑浙館 你給他菜飯 他寧願吃一碗白飯 因為薑浙館有很多配白飯 好吃的菜 所以... 對... 菜飯本身比較像一道菜 因為它味道已經在裡面了 是... 我是喜歡吃真的菜飯 妳不怕它軟軟的嗎 就是好吃的話 上面有一點油油亮亮 可是吃起來又不是真的油 所以妳... 妳剛剛不是說少女不吃菜飯嗎 我們... 一定要不要炒麵果嗎 沒有... 好 趙兄除了這個菜飯之外 還有一個是什麼 是 吃菜飯就要配我們的雞湯啦 誰說吃菜飯要配雞湯 誰說吃菜飯要配雞湯 不是 妳是喜歡喝雞湯嗎 阿雞師 是 江浙館最有名的湯是... 江浙館 不是 我想說我答對了 你的反應好像我答對了 完全不亂講 江浙館竟然跟我說出酸辣湯 江浙館 那我應該就是雞湯吧 該不會就雞湯吧 這麼巧 很難 因為它有專門的稱呼 菸菸仙 是嗎 菸菸仙裡面是什麼 菸菸仙所謂就... 它就是裡面是一個 有一條魚在裡面啊 你到底是什麼了 哪一條魚 因為鮮...鮮字有一半是魚 對 我想說很鮮鮮 鮮甜 是 沒有啦 太為難你了 小朋友不知道 沒關係 所以你介紹雞湯是因為 是談話頭的湯是不是 對...它這道湯品其實 當然它裡面也有別的湯 那它這一道湯 我比較喜歡喝的原因就是 剛剛我們講的一個原因了 它的雞呢 買回來以後呢 它不像一般傳統的餐廳 就是拿去燙一下 把那血水 雞的外層或者是肚子裡面的血水 只是燙過以後呢 就開始去處理了 切啦 剁啦 去煮湯 它呢 這個雞買回來呢 先要大量的那個沖水 最少要沖25... 25分鐘到半個小時 它把整個雞湯的那個... 雞的那個血水給沖掉以後呢 然後再來去燉煮雞湯 那燉煮雞湯一般來講 我們都是用鍋子就燒了 它不是 它用電鍋 隔水加熱的做法 所以這個雞湯吃起來 就有媽媽的味道 或者是奶奶的味道 所以是隔水加熱比較濃是不是 也不是說隔水加熱比較濃 因為電鍋裡面一定要放水 不然也沒辦法煮啊 所以叫隔水加熱的做法 我們只是講得比較專業一點 了解 對... 所以妳剛剛也讚美那個雞肉 雞肉非常好吃 很清純的雞肉 OK 清純 清純 對 這感覺好乾淨喔 它的雞很嫩 非常的 怎麼這麼清純啊 非常的 而且沒有那個雞的燒味 很乾淨 對 很乾淨耶 所以它的湯 看起來就是湯清味濃啊 湯整個看起來金黃色的 但味道喝起來非常鮮濃 就是麻煩你給客人吃 沒有問題啊 這跟一般的雞湯味道比較 雞湯鮮 所以今天雞湯是附加給我們的嘛 對...加碼嘛 不然做一個菜飯也難看嘛 是... 不然它那邊還有什麼湖南蛋啊 也滿有名的 這張餐廳很久了耶 24年了 所以你去的時候大概是... 都是深夜嗎 我記得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還是一位大導演帶我去 也位王小弟導演帶我去的 我們是去吃宵夜 在杏伊汝 那時候店開始杏伊汝 吃了一次我才知道說 怎麼有那麼好吃的一個薑蔗館 那個時候他做薑蔗菜比較多 有加一點酒嗎 蔥泡鯨魚啊 什麼樣的這些 沒有...它就很單純的 就是放一個薑片跟蔥段 就這樣來燒啊 而且還是有酒的味道對不對 因為是薑的味道 喜歡嗎 李永利 好香喔 光吳聞就覺得很厲害 所以雞肉的料理 還是有講究的部分 當然... 所以剛才說為什麼那個... 一配雞肉飯的味道比較不一樣 差很多 對 它血水沒有放乾淨 而且你講過 這個雞肉是沒有那個燒味的 對 沒有雞汁的那個腥味 它湯也好好喝耶 可是我覺得趙哥喜歡去那一家 有一部分因為那一家還有酒喝 對 那老闆好像會跟客人 喝上去杯 超愛喝紅酒... 因為一般來講 這樣這個館 是沒有辦法喝到紅酒吧 對... 老闆他自己也有收藏嘛 趙哥他還有介紹這個滷肉飯 很香啊 你知道 趙哥對滷肉飯非常考究 因為上一次我講了一個故事 說我朋友帶去一個 深夜開的滷肉飯餐廳 新加坡朋友連去吃了13碗之後呢 趙哥當場就詢問在哪裡 然後就去了 然後趙哥去觀察之後 他覺得還好 對不對 也不是還好 他滷肉飯是OK的 沒有不好 是他別的菜就沒有那麼搭了 沒有那麼精采 對...所以有點可惜 趙哥的飯是加熱的耶 真的可以摸 憑什麼 那是趙哥啊 妹妹 滷肉飯 滷肉飯還是要吃熱的 比較好吃啦 好考究喔 他那個滷肉很棒 你的滷肉就是很立體耶 我講一下 你們就知道 他的厲害就在這裡 先講他的飯好了 好 飯就是飯啦 其實沒有什麼 不要太琢磨 主要是他的那個滷肉 他用兩種肉來做 用豬頸肉啊 還有豬的脖子 豬頸肉 對 還有這個五花肉 帶皮的 切成條塊狀 怎樣 好吃 好吃耶 他也是在延期街上 延期街跟仁愛露的第一家 真的嗎 可是他滷汁零很少耶 他就是...怎麼講 因為他將熬製要兩個小時 光做這一個 所以是省著零是不是 也不是省著零 因為焦太多 吃起來有人怕牛 怕你 對... 對... 那他會讓你吃到這個 肉的那個肉塊 好香喔 然後最主要是 飯如果是涼的話 他其實那個滷肉啊 湯汁澆下來 整個都把每一個飯粒 都給包覆著 所以你吃起來以後 這飯有勁 是不是 人是吃起來會開的 你這個已經有點像是豬腳飯了 比較不像滷肉飯 豬腳 而且他的湯汁零很少 但是還是有味道耶 他那個大型的程度是滷豬腳 這給你們看一下 這是他的另外一個滷肉的 這個是他賣淡仔麵 賣淡仔麵的 賣淡仔麵跟米粉的時候 是另外的壽司 他是用豬厚腿肉 那這個呢 就是豬的那個豬頸肉來做 可是在那麼熱鬧的地方 你們都沒有吃過嗎 沒有耶 憑良心講 這有比你推薦的那一家好吃嗎 不一樣... 不一樣 對 這個像豬腳飯 它肉是大塊的 它的肉已經大到像 令人察覺到那是一塊肉的感覺 因為你這樣參賽是不公平的 它應該是分到豬腳飯 它不是滷肉飯 不是啊 它還有這個肉燥 我剛剛就說 還有它不一樣的肉燥 有沒有 這個是特別又在做 那你這個肉燥 就參加我們下一次肉燥麵的比賽 不是 你有種 你就跟我們比滷肉飯的那一集 你不要拿這些東西來混 沒有 這個滷肉飯不差耶 你要知道這一家就33年了 這是肉丁飯 有那麼大的肉丁嗎 還好吧 有 它就像豬腳了 對 你們拿起來看 這是豬腳啊 就這樣而已 這哪叫肉丁 超小的 你看 這麼大一個 對啊 沒切好... 因為所謂的滷肉飯 不就知道已經是肉渣了嗎 對... 那你講那個叫肉燥 那是肉燥 那是豬腳肉 這叫肉 它是用手工切塊的 趙時機是跟你們趙家有關係嗎 那家店家湯花街很有特色 聲音都很好 你還記得她女兒嗎 她女兒很漂亮 你們兩個進去的人講 對啊 怎麼樣 是我跟林東方的女兒 一樣的 林東方的話題 林東方的話題 你還沒有見 我們有一個製作人朋友 到現在都還在追林東方的女兒 趙時機的女兒 是我結婚前在追的 沒有辦法... 真的假的 你本人...